为了让更多的偏乡学子们也可以爱上化学 来自淡香大学化学系的教学小组在29号这一天 特别来到了共聊国中 带领同学们进行许多项有趣的化学实验课程 同学们在各项有趣的实验之后 不但体会到化学世界的奥妙还有神奇 对于科学类的学科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兴趣 在学校的课程当中 化学课程似乎是让很多学生头痛的科目之一 不过如果实际动手做实验或许会变得有趣很多 为让偏乡学子也能动手做化学实验 单江大学行动化学列车走访全台17所学校 在今天使进共聊国中受到师生热烈回响 在偏乡部分的学校实验的设备 还有老师的人数上面可能比较不足 那这些学生就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到这些实验 那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化学有很多东西都是跟实验相关 都是由实验开始 那我们把这些实验的器材和设备带到这些学校来 让这些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有点就是自己会做会觉得比较开心 就是比较有过程的感觉 然后虽然过程中会遇到有些挫折 不过还是顺利的完成了 然后希望学校多多办这种活动 当天规划共有三个关卡 包括加入些微酒精 创造出奇幻效果的火焰操控师 还有以胶水及膨砂调制粘稠物 异形QQ球 最后是可以自行调配浓稠度 颜色及气味的属于我的洗手乳 学生透过实验 明白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种种化学现象 解开许多神秘的自然现象之谜 我们这一关是我的专属洗手乳 然后洗手乳是用四种界面活性剂组成 然后还有加甘油保湿 加盐蒸虫 还有一些精油 然后这一关真的很有趣 做那个史莱姆 然后它的过程就是要先加80cc的水 然后再加入白色粉末再均匀地搅拌 然后加入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就再加入棚沙五次 然后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火焰操控者主要是让学生体会到 什么叫做隐性 还有奈米现象 跟燃烧的一些药素 那史莱姆 史莱姆则是让学生去体会 胶帘反应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我们藉由特定的材料 让这些材料之间产生胶帘反应 然后会做出像史莱姆一样 粘粘滑滑的一些产物 那另外一个实验室洗手乳 它主要是把界面活性剂 这样的一个概念告诉学生 除了让学子体会科学的奥妙 与乐趣之外 更期望借由高博士及其团队 闷砖盈喻之举 除了点燃学生们 对于科学的热情之火 期许有更多科学领域的高手 及爱好者也能投身此类活动 以敲开学子对于科学兴趣的大门 记得淳于威共聊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